如果以个人的结论 以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来研讨佛法 就会形成偏见 形成我直或他直 从而影响对真理的认识 只有抛开我 才能避免偏见 才能从众多的法中找到正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搬车 师父说 学佛就是修心 万法违心 修心的路就是学佛的路 师父还说 心福则飘 心不定则魂飘 如果心中有着无数的杂念 有着许多的担心 忧虑 愁苦 那么心就不能安定 灵魂就不能安宁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我的法喜分享 我的妈妈今年87岁 学佛三年 她的精神非常好 精力充沛 她每天的功课 大悲咒49遍 心经49遍 礼佛大忏悔文7遍 还能够读诵六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随喜赞叹 妈妈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儿媳妇也信佛了 今天在家里设佛台 同修们都来祝园 全家欢喜信寿 法喜充满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跟师兄们分享一下 最近读了几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真的感觉能量很大 以前睡觉少于六个小时 连续上白班 头就会疼 这周三 四 五 上了三天白班 每天睡眠只有五个小时 却没有发生头痛的症状 人还比较精神 所以师父说过 在视频开示里面注入了很大的能量 我是真切体会到了 也希望师兄们多读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加持真的很大 感恩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释迦摩尼佛 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一个小小的灵验事情 前几天早上起来 感觉后脖子不舒服 来回扭头都别扭 也没当回事 以为睡觉落枕了 后来的七至八天的时间里 发展成脖子扭动困难 后背也疼痛剧烈 感觉后背的筋都扭不动了 我这才意识到有问题 估计是最近给自己的 药精者的小房子没跟上的缘故 我马上跟菩萨许愿了七张小房子 最快的速度念完并烧送 当天晚上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的时候 感觉身体一阵阵的热 脖子不疼了 后背的压迫感也好了 真是太开心了 感恩菩萨保佑 感恩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努力修 勤念经 做功德 菩萨诱 我是黄童修 我是那种手机能用就用的人 因为个人认为 手机永远追不完 可以用就好了 但是现在我的手机 已经有六年了 开始很多软件 都不能用最新版本了 本以为明年才打算换手机 怎么今天下午在工作的时候 看到某某银行通知 在11月1日之前 手机必须要有更新的版本 才能继续登录银行网站 平时对这些网站通告 都不大注意的我 竟然注意到了 都是菩萨保佑我 让我注意到这个通告 否则 我再不换手机 就会影响我的工作 即使联络了客户 服务人员 人家也是建议最好换手机 否则 以后有更多的软件 或者新科技 需要通过手机用的 也很感恩我的爱人 及时给我助援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 精彩开示专题 元旦新年 师父开示极紧 新年忘记过去 创造美好明天 选自2013年12月29日 悬疑问答 那么 那个没几天 后天呢 就是我们的 阳历的 年三十晚上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那么等到 这个新年的元旦 到来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 新的生活了 我们要把过去 不好的全部忘记 我们要把好的 全部记住 我们要懂得 前途 生命都掌握在 我们的手上 好好学佛修心 会给你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明天 永远对 自己的将来 抱有希望的人 他是永远 不会被 历史所淘汰的 永远要懂得 我们有美好的明天 这人 他永远 心态会好 希望大家 心态平衡 好好学佛 心天愉快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心静则定 只有心中干净 心才能静 魂才能定 心定则道生 心定了 道行才能生出 也就是才能觉悟 才能悟出道理 悟出佛法的真理 心要静 就要明因果 直轮回 懂缘分 才能不贪 不撑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